今天是九九重陽節 是傳統敬勞的節氣 羅隆政公所也在上個禮拜六 舉行了重陽敬勞校型 以及機優調解人員的表揚活動 感謝長者們對社會的貢獻 也發揚敬勞的美德 這次表揚的長青楷模有23位 敬勞楷模有23位 另外校型楷模有21位 調解機優人員以及單位有25位 總共有92位來獲嫁 十五位來獲嫁 那我們也針對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社團 尤其敬勞楷模 長青楷模 跟我們的校型楷模 跟我們的這個調解有功的 這些的調解委員 我們頒獎 感謝他們對我們的這個社會的付出 也肯定他們對這些長者的照顧 跟這些長者他們的表現 恭喜他們也謝謝他們 希望他們都能夠平安快樂 在這個看著你們大家為了我們的家庭 還有社會的付出 還有阿鳳憲 按這裡也辛苦 這次我們 這次有九十二位 的受將責 要來接受的表現 我們這次看到他們的表現 我們也是覺得很開心 我也要跟大家說一件 公義 社會需要一些正面的能量 我們努力都會跟 溫馨跟河海 有你的付出 更方便 可以讓我們努力都更好 加油一老如有益報 銀髮長者是我們最珍貴的資材 東正公所對長者們照顧事不予餘力 65歲到百歲人瑞的重陽禮金 更是宜蘭縣最優的 而並且也積極來推動各項老人福利的政策 持續打造羅東長輩們的樂活 以及友善的環境 依然新聞記者來下輪產法報導